我讲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爱五五开 我更爱 我更 我更欣赏他的老婆 你知道吧 爱屋即屋 我觉得就是你们这样的 胡乱在B站上 就是说白了 你们光脚不怕穿鞋的 去质疑人家 对人家的生活以及等等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这个你承认不承认 因为你们发来的视频 对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这个我承认 对吧 你这属于说白了 你这还好没有实名的去上门去敲 要不然你这给你定罪是什么呀 扰乱社会治安 所以人家给你发这个律师函啊 说真的一点毛病没有 然后呢 我再跟你说一点 我先兄弟 我先就是你们愿意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咱明天再说好吧 但我先站队 我呢是支持所有这种说 这个咱大主播这个开开 五五开的这个真爱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理解 一个陪伴了你们直播 很多年的一个主播 突然被人发现了泼脏水到他身上 那搁谁谁能忍 就搁我这脾气 那都不能是发律师函 兄弟那得真的 我得去 我就不说去哪了 反正这事就绝对不是这么容易能解决的 所以说我特别理解这种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有人教过我一句话 就是你理解的直播是什么 当时这个人跟我说的是什么 直播是一种陪伴 我听完以后特别有感触 因为我是一个从小说真的 就是淘气的孩子 不爱读书 从最早的这个00后90后B站的这些 可能都不知道了 就是有这个什么酒疗啊 喜疗啊 呱呱呀 包括最早的歪歪 我是从语音聊天使一点一点 小时候玩起来的 所以我特别清楚 一个人能够火 是付出了多么大你看不到的艰辛 说了多少 那个就是就言不由衷的这些东西 因为他他没有能力嘛 你知道吧 他就是一开始肯定有人欺负他 所以他明明想说no 但是他可能得说yes 就是被被逼迫的 这你们应该都能懂 所以我在这呢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跟仓鼠上这个 我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要站在五五开粉丝的角度 我要把你实锤他所有的所谓视频 全给他洗掉 我说这句话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ok 你不相信 他就是 他就是个外观 不是 你这么肯定 我坚持我的立场 我坚持我的立场 孩子好好劝不听 那这样吧 咱俩打个赌 很简单 哎呦我这手有点抽筋 卧槽 有点冷 特别简单一点 你这样啊 你呢 咱找一个这个 YY 我呢 今天找了几个这个演员 单独的服务器 我们来还原一下 你实锤 就他解释不了 是他的事 我作为粉丝 我必须给他洗掉这一波 我来啊 把你所有的疑问 一个一个用我一个菜逼的操作 就拭目以待吧 我只能这么去说 你看你觉得行不行 可以 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要求 你能不能接受 咱俩得有个赌注 你呀 如果输了的话 就是我如果真的帮55开洗掉了这一波 你必须跟他道歉 就是 洗掉完 直播结束之前 当着所有网友的面 你就道歉 你能不能做到 我 可以 你确定可以 老爷们吐在地上是个钉 啊 吐口吐们是个钉 啊 那如果说我洗不掉的话 我给你道歉 好吧 你看可以吧 这样公平吧 可以 那话不多说啊 这个这样 我告诉你一个YY号 马上就到 三机甲有 三机亏有没有 没有的话要一下 然后带上 有了有了有了 当时的这个角度 如果没有击错的话 应该是这里吧 你看一下我的位置 这个位置有没有错 适合八倍镜 找一下 OK 没有子弹 没有子弹 第一次知道 没有子弹 98k没有子弹 我有我有 那个一号演员请就位 我给你带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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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